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1日 星期一 我們看到現在大陸的情況 大家也知道是很惡劣 這個惡劣的情況 是不是我們國家的國運很差呢 中國國運其實行衰了 差不多百年了 也沒有甚麼行運 當然 幾百年也沒有甚麼行運 被滿洲人入侵員 然後民國動蕩 軍閥割據 然後日本人打到來 還有共產黨肆虐 這幾十年來 中國人民 可以為水深火熱 現在還出了一個習近平 你說國運多差呢 其實習近平可以說也是一隻黑勢 為甚麼這樣說呢 他搞的東西全部不是爛尾 就是爆炸收場 每樣都搞到一鍋足 選兵折仗 花錢花多了 但是甚麼都沒有多了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邪惡的頭號國家 因為俄羅斯露了底 下一個被消滅的肯定就是中共 我們看到他的盟友 好像又一個倒下了 中國人民老朋友 最鐵趕的兄弟 叫做巴基斯坦 他們的總理 竟然是被坦克 所以 現在 面對這個 不信任動議 罷免他下台 中國的澎湃新聞分析這次不信任動議背後 是伊姆蘭漢 巴基斯坦總 伊姆蘭漢 四年內留下的職敗 以及失去軍方支持所致 大家都知道 巴基斯坦 近幾年是極端的 親共 反美 大家知道 巴基斯坦跟美國關係很好 1972年尼克遜訪話 其實是先去巴基斯坦 然後透過巴基斯坦的關係 就偷偷地去中國 這次訪問 其實大家事前沒有人知道的 巴基斯坦可以說是 跟美國人特別對話 美國人也把很多先進武器給了巴基斯坦 例如F-16 現在的中共 全面倒向俄羅斯 全面跟美國越來越走越遠 跟美國特別老友的巴基斯坦 當然也會有問題 我們是不是要選哪一站 我們跟你的老友 但是你跟我們的大佬 有點不妥 怎麼辦 巴基斯坦 其實一直都是美國扶持的 當然他裏面 會有一些 可能是因為他是一個穆斯林國家 巴基斯坦本身是印度分裂的 印度再分裂一個孟加拉 即是在東巴的地區 巴基斯坦的東部 就分裂了 變成孟加拉 情況 可以說是把印度一分為三 當然就是因為宗教原因 遜印度教的 或者其他宗教佛教 婆羅門教的 就是印度本土 在西面的巴基斯坦就是遜遜穆斯林 在東邊那一刻就變成孟加拉 也是遜遜穆斯林的 孟加拉人口不少 也有兩億人 最近變成製造業中心 很多 很多的衣服 尤其是在那裏生產 我們說回巴基斯坦 中共 跟巴基斯坦的關係 接下來很大機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原因就是現在的巴基斯坦國內 包括軍方 都十分之不滿 中共 極端的 跟美國是過不去 然後特別親俄 這件事 對於 親俄的印度來說 巴基斯坦覺得他受惡到威脅 你親俄 你到時會不會跟印度有甚麼情況 跟我們有些地緣政治相應 不妥呢 甚至乎會不會 未來沒有那麼Fan呢 那麼 繼續說回這個 衣武難看 當然這傢伙也是貪污 失業率高 外債也很高 最重要 最主要是跟美國的關係不好 所以 促成軍方不再支持他 我們詳細和大家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 記住 這個直播是逢星期二逢星期四 今天就可以沒有直播的 晚上7點到10點 大家多多支持 最近Patreon跌得很厲害 跌了幾成 現在二千人都沒有 跌了很厲害 所以我們也不明白 可能會不會受到這個直播的影響呢 直播了就不用了 就不用Patreon了 Patreon其實也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話就真的要Patreon了 另外再說回我們的後備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因為現在 也不太好 繼續 支持我們的免費廣播 支持我們的 免費模式 或者幫我們掘黑礦 這個派避 繼續說回 半島電視台 就說 現在巴基斯坦的軍方 長期以來都在政治上有一個很強的力量 由1947年 巴基斯坦獨立以來 這七十多年之中 33年是軍政府統治 軍方曾經在5877和99年 以經濟不確定 以及政治有問題 由軍方政治干預 即是發動軍事政變 他們的記者指出 軍方 對巴基斯坦的政局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因為 即使他是有選舉 但也是有反對派 很多時候 通常都是決定性的 好像泰國也一樣 泰國也有選舉 但是軍方可以隨時介入 記者說 在伊姆蘭漢 訪問過莫斯科之後 軍方是沒有立即表態 但是最近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巴傑瓦 呼籲俄羅斯 劉克廷制入侵烏克蘭 可見現在伊姆蘭漢的外交政策 特別是俄烏的戰爭之中 他的立場跟軍方是不合的 也可能是他因為 不夠軍方支持的原因 以及 他也是 因為極端支持習近平的 抗美親俄路線 所以 所以是得到國內的十分之不信任 軍方所以對這個 不信任動議 沒有公開支持或者反對 但是 只要軍方 不支持的話 其實 他的政府 就會倒台 現在 我們看到伊姆蘭漢 不斷在營造他自己反美鬥士的形象 但是巴基斯坦軍方其實是很重視跟美國的關係 歷史上 巴基斯坦三次跟美國結盟 得到很多軍事和經濟援助 所以 巴基斯坦很多精英階層或者統治階層 其實也是 背後跟美國有很多好關係 所以他們 不願意 因為現在他跟習近平太好 完全倒向俄羅斯 拜登政府上台以來 其實美國積極地推行印太戰略 希望重新跟 巴基斯坦的關係 也是 巴基斯坦 當然因為 他很重視印度 令到巴基斯坦覺得自己受到冷落 但是 當你覺得自己受到冷落的時候 你就有需要跟美國人搞好關係 畢竟是最多錢的 資助你最多的東西 又給F-16戰機 巴基斯坦 是不是 現在 現在 也有 美韓同盟 美日同盟 也有 美國也能拉攏印度 如果美國再拉攏巴基斯坦 可以說對中國是很大的打擊 但是 我們現在看看巴基斯坦的民情 又好像 很不喜歡他們親俄和親共的那麼重要 尤其是親中不重要 但是 現在的中國政府 對於 俄羅斯太親近 而泰國和美國作對 因為 我們看到 巴基斯坦 整個統治階層 一直都跟 美國關係很好 尤其是軍方 所以這次 軍方不支持 甚至乎在這場不信任動議之中 對這場 不信任動議 不表態 說真的 不表態 即是不支持你 現在巴基斯坦 據說反對派 由謝里夫所控制的反對派 或是他帶他牽頭的反對派 很大機會就成為新總理 謝里夫其實跟中共的關係一般 尤其是跟習近平關係一般 所以 接下來 習近平很大機會失去一個盟友 這個盟友 真的在他後欄起火 你 混合印度 印度也跟你不妥的 但是印度跟俄羅斯只能夠在一個 那麼複雜的地緣政治之中 他勉強 跟印度關係要改善 因為俄羅斯的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 印度 一直都跟中國的牙齒印很深 他們又得到俄羅斯支持 這個是十分之錯綜複雜的 習近平 以他的有限智慧 當然搞不定 這個那麼複雜的關係 所以 他很大機會跟巴基斯坦越走越遠 但是想混合印度 也未必能混合石 這個 很大機會 偷雞 不能虧蝕米 習近平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黑的人 他真的碰過飯 死過飯 所以 我們覺得 這次 也是對中共 其中一個打擊 將來 當俄羅斯一倒下 巴基斯坦一定是全面親美 而印度也被迫著親美 到時中國 就同時面對印巴也是他的敵人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